多半评分6.9分 末日灾难片还是宇宙惊悚片 本期丽哥带来电影《太阳浩劫》 2057年太阳逐渐衰竭 地球陷入天寒地洞 人类濒临灭绝 为了拯救地球 一支由八名宇航员组成的 伊卡鲁斯二号队伍 将带着核弹奔赴太阳 用一场人工爆炸点燃整个太阳 队伍的八人分别是 舰长金田 植物学家卡伦 航海家崔一 物理学家卡帕 驾驶员卡西和马斯 指挥官哈维和精神分析师斯尔 他们的航程一开始都十分顺利 并且还提前了几天 而这天水晶经过时 他们发现了伊卡鲁斯一号的讯号 一号离太阳也很近了 但是因为一些原因 没有完成任务 之前人们都以为他们是牺牲了 经过探讨 他们决定改道去接一号 得到了他们的弹头后 胜算也许能翻倍 可是翠伊改道的时候 却忘了改变隔热板的角度 使隔热板受到了损害 为了扭正轨道 卡帕和精田穿上太空服出了舱 可是他们还没关闭完 所有坏的隔热板 舱内产养的植物园爆炸了 为了让火焰赶快扑灭 哈维只能下令灌进氧气 卡伦就这样看着自己 精心照顾多时的植物园毁于灰烬 更悲惨的事情是 在外的精田被吸进了一个风暴里 葬身于火蛇中了 而现在的伊卡鲁斯二号仅存的氧气 也不够七个人到达目的地 更别说返航了 所以他们只能继续改道 找到一号 也许还有希望 卡伦和几个人说了自己的想法 氧气其实还够五个人到达目的地 算上因为自责想要自杀的催一 只要再去掉一个人 就能到达目的地了 这本就是一场复死之途 不过是谁先谁后罢了 在选择谁先死之前 二号找到了一号 与一号对接成功 卡帕 哈维 瑟尔和马斯去了一号 发现那里还有着完美的生态系统 机器什么的也没坏 只是没有讯号了 他们还发现了一号舰长留下的遗书 和前任队员的尸体 一号舰长告诉他们 人类不过是一粒尘埃 根本拯救不了自己 就在他们打算离开的时候 一号和二号的连接却断开了 四人找遍全舱 确实找到了一套太空服 哈维想要自己穿走 因为他是指挥官 身任舰长 但是瑟尔和马斯都 知道只有卡帕能发射核弹 于是让卡帕穿了太空服 而蜜蜂的舱门 还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开 瑟尔选择留下 哈维和马斯 则用太空舱里的隔离帛 包裹了自己 希望能够减少冻伤 哈维还是被冻死在了 短短的返程上 瑟尔也淡然地 坐在了一号的观察室内 只要二号一出发 太阳就会直射这里 他就会被气化 但是瑟尔没有害怕 因为被自己所追求的光杀死 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结局 而二号里 卡伦又提出了再杀一个人 为了让大家下定决心 他甚至说 一号和二号之所以会分离 是因为崔一 可让大家真的决定好 去找崔一时 崔一自己自杀了 卡帕以为这样就能撑到目的地 但是第二天 系统却告诉他 他们都将在16小时后 缺氧而亡 可是到达目的地 还需要19小时 卡帕追问 是不是计算出了问题 系统告诉他 现在的氧气 确定还够四个人用 但是现在舱上还有五个人 那个神秘的第五个人 现在就在观察室 卡帕赶往观察室 果然看到了一个 外表怪异的人 再仔细一看 卡帕认出了 那是一号的舰长 平贝克 原来他不仅没有被辐射气化 反而变异了 卡帕匆忙开启了 观察室的全力吸收模式 想要就此杀死平贝克 但是平贝克根本不怕 他逃出了观察室 把飞船的主机板 拔出了冷却槽 还杀死了卡伦 凯西发现后 也跑到了安放弹头的弹舱 想直接发射核弹 但是平贝克也跟了过来 他竭尽全力 想要阻止他们拯救地球 只因为他认为 上帝想要让人类毁灭 但是没有人愿意放弃 他们是带着 所有人的希望和力量 来到这里的 为了让卡帕能去弹舱 马斯把主机板 重新装回了冷却槽 自己却不小心 卡在了槽里 活生生冻死了 卡帕用尽全力 来到了弹舱 和凯西拔下了 平贝克的手臂 然后启动了发射器 不负众望地 核弹飞向了太阳 引起了大爆炸 卡帕则斩臂拥抱了火焰 圆满地完成了 这趟有去无回的任务 而八分钟后 冰天雪地的地球上 再次出现了太阳的光辉 也许是神话元素的加入 这部电影的后半部分 显得晦涩 甚至枯燥 整部影片看来 可以说是风头诸尾 那么今天到这里啦 我是立歌 远作登展 照亮你心